哈喽大家好,我是唐光燦,欢迎您来到我的课程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好吃的红烧大鹅做法 让同学们可以轻松的在家复制酒店的味道 首先呢,我们将大鹅拆卸分割 第一步呢,我们先把鹅的屁股去掉 有喜欢吃的同学呢,也可以留着吃 下一步呢,我们再将脖子处的淋巴去掉 这块皮上面呢,全是脂黄粒,不能吃的 接下来我们依次将鹅翅、鹅爪、鹅腿卸除 然后再将它们一一的分解成大一点的块备用 同学们在这里一定要记住,这个鹅块呢,我们不要剁的太小 一定要有大块吃肉的感觉 同时我们还要将体内多余的鹅油以及鹅肺扣除干净 将所有剁好的鹅块放入一个容器中,加入适量的清水浸泡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去除鹅块中残留的血水 在鹅块浸泡的同时,我们来准备一些辅料 将适量的红小米辣,写刀切段备用 适量的大葱,切段备用 适量的生姜,切片备用 适量的蒜子,轻轻的开散备用 最后是两颗青椒,切成滚刀块备用 将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以后,按照视频中的搭配一次摆放 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八角花椒还有干辣椒 这里青椒大蒜,小米辣,葱姜放在一起 下一步,我们将浸泡好的老鹅倒入漏勺中,控干里面的水分备用 接下来我们点火起锅 开大火,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干 然后加入适量的青油润锅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生的食物在炒制的时候粘连锅底 当锅中的油温达到七成热以上,我们将锅内的油倒出 再次加入少量的菜籽油 老鹅用菜籽油煸炒呢,第一是颜色好看 第二是味道更加的香浓 加入菜籽油以后呢,我们下入空干水分的鹅块,不停的煸炒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将鹅块中的水分炒干 这样一来我们做出来的成品,这个鹅块的肉质才会干香 同学们在这里一定要记住,不管是红烧鸡还是红烧鹅 要想做出来比较干香,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 待到锅中的水分,基本上炒干的时候呢,我们先加入八角花椒 干辣椒,还有葱姜 继续的煸炒,这一步的目的呢,是为了将葱姜的香味 还有八角花椒干辣椒的香味炒出来 加入少量的老抽,增加食欲,增加颜色 加入老抽以后呢,我们不停的翻炒 将老抽翻炒均匀 然后我们看一下锅中的颜色 这个时候锅中的颜色也是奠定了我们出锅时候的颜色 接下来我们加入足量的清水 这个清水的量呢,一定要高于老鹅一厘米 最少也要和锅中的老鹅持平 最后呢,我们再加入少量的白糖 这个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加任何的盐之类的 只需要加老抽和白糖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开大火,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开 再将烧开的卤汁以及鹅块倒入高压锅中 接下来我们要用到高压锅来压制 因为这个鹅块呢,要是硬烧的话 最少要一个半小时以上,太慢了 盖上高压锅的盖子 以及气帽 下一步我们开大火,让高压锅上汽 上汽以后呢,我们最少要压制18分钟 具体的时间呢,要根据老鹅的老嫩程度来自己决定 18分钟以后呢,我们打开锅盖 用筷子捞出一块鹅肉 能轻轻的插动就可以了 下一步我们再次准备一个容器 将锅中的鹅块全部挑入这个容器中 这一步的目的呢,是为了挑剑出锅内的这些香料 也就是说,将锅中的八角花椒干辣椒、葱姜 全部的过滤出来 这一步是为了让菜品出锅时比较干净利落 这里是我们挑剑出来的鹅肉 看一下这个颜色 这边呢,是我们挑剑出来的料汁 还有里面的料渣 这个料渣等会要过滤出来 下一步呢,我们再次点火起锅 我们利用蜜漏将锅中的料渣全部的过滤出来 留汤汁在锅中备用 这个料渣呢,我们就扔掉不要了 然后再将鹅块倒入锅中 与卤汁配合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调味 先加入少量的鸡精味精 加入鸡精味精的目的呢,是为了调味增鲜 怕吃味精中毒的同学也可以不放 再加入约一两克左右的13香粉 巩固一下鹅块的香味 再加入一点点的鸡汁 增加一下汤汁的鲜度和咸度 最后呢,我们再加入少量的芝麻油 增加香味 接下来呢,我们开大火 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干 由于老抽,鸡精味精 还有鸡汁中都含有一定的盐分 待我们的锅中汤汁收干以后呢 是不需要加入精盐的 当锅中的汤汁低于鹅块的时候呢 我们下入蒜子 和鹅块一起烧制 当锅中的蒜子断生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下入提前切好的红米辣 不喜欢吃辣的同学呢,也可以不放 能吃辣的同学呢,也可以多放 加入以后呢,我们就不停的煸炒 煸炒到直到锅中的水分全部的烧干 这个鹅块呢,我们烧出来之后呢 是一点水都没有的 只能看到锅中有少许的油 一定要达到这种干香麻辣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锅中的汤汁已经完全的收干 我们只能看到锅中的油 是不能看到水的 也就是说将所有的汤汁全部收干 挂入鹅块上 这样我们做出来的鹅块 吃在嘴里面才能够味 最后呢,我们再把青椒用油炸一下 放在上面点缀颜色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摆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谢谢,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咱们下期视频 谢谢,咱们下期视频 谢谢,咱们下期视频